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今天新增的本土病例数27597例 跟上周四相比下降了12% 死亡增加了89例 也维持在百例以下 指挥中心也统计 目前国内有二次以上染疫的确诊人数 是出现了2106例 而在今天的死亡个案当中 有一例40多岁女性 曾经有咳嗽的症状 在家中昏迷不治 死因是心肺衰竭和新冠确诊 此外 即日起三类人入境 免负两天内的PCR证明 让外界担心恐怕酿成 BA.4和BA.5疫情 台北市场柯文哲更估计 40天后就会出问题 本土确诊数稳定下楼梯 跟上周相比下降了12% 14号公布新增2.7万例本土个案 死亡新增89人 其中一例40多岁女性 10号晚间入睡 隔天凌晨被发现 已无呼吸心跳 死因是心肺衰竭跟新冠确诊 而14号起 三类旅客入境时 免持搭机前 两天内的PCR筛检报告 让部分民众忧心 会先进一波 BA.4跟BA.5的疫情 台北市长柯文哲更预估 台湾40天后会出现问题 我估计的 如果台湾会出问题 在40天后 大概八九月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个BA.4跟BA.5 会有可能有一小波 所以当然是有这个可能 上升的幅度也不会太大 因此入境检疫的天数 何时能进一步缩短成0加7 指挥中心还要再观察 而统计目前有两次以上 人数似乎逐渐上升 未来可能还有书波小流行 但回到五六月高峰的几率很低 目前两千多例 其实也还好嘛 对不对 但是等到你这个BA.5 成为主要的流行诸之后呢 这些再感染的人 就会大幅比例的增加 也有网友留言发问 说屏東线人口密度低 但近十天来的单日痴诊数 几乎都在千人以上 不知道是否因为太多人到屏东玩 谢宗玄认为有可能 但这也是回归正常生活的表现 接着等我到